大年初三年假已經過了一半 不少民眾都準備要收價返家 也讓國道從下午3點開始 就湧進了北返車潮 預計要到深夜12點 車況才會比較通順 那麼高工局就預估了 初三整日的車流量 可能會上看330萬輛次 會創下歷史的新高 而台鐵跟高鐵 也都為了疏解人潮 紛紛加開班次 長長車龍 讓整個國道變成大型停車場 因為大年初三 除了出遊車潮之外 下午3點開始 更是北返車潮的高峰 返鄉車輛開始大量湧現 更可能一路塞到深夜 國道有時是北上的高層載管制 納到3點結束 所以3點之後 會有一波的一個車潮 會進入我們的國道 那預計大概到晚上11月2點 車子都會比較多 國道下午易塞路段 國道1號雲林到圓林 三億到頭屋 國三抖六到民間 通宵到香山 國五往台北方向等路段最難走 而這大批的車潮也讓出三 整日車流量上看330萬輛次 更可能創下史上最高紀錄 而大年初四一樣是北上尖峰時段 車流量也不容小區 初三一樣 就初三 初四都是北上的尖峰日 還是比較建議大家可以逆向操作 你要北返的人你就早一點回來 中午前就先北返 不要集中在下午跟晚上的時段 除了國道大塞車 除了龐大人潮也讓雙鐵擠爆 台鐵東西線加開65列次的對號跟區間車 一票南球的高鐵也都得臨時加開班次 從21號晚上起連三天 各加開一班全車自由坐北上列車 就是要全力輸運旅客人潮 又電TV陳菊姐第一聽西北市報導